台湾纪录片之父杨文干日前辞世享受87岁 他的女儿和国家电影中心策划了纪念影展 从9月30号开始连续5天要播放导演的很多部作品 其中包括了曾经获得金马奖的《离山春晓》和《小镇春回》 其他还有包括纪录片还有新闻片等等 影展开幕当天导演李行、梁修生还有演员八哥柯俊雄都受邀出席 一起欣赏老电影 动物好可怜哦 它又不会讲话 你不要欺负它嘛 不进了 这是1966年杨文干拍摄的社交短片《小明假期》 演员八哥意外发现影片里头竟然有自己的身影 杨大爷还拍了一个社交片叫《小明的假期》 竟然发现那个小明就是我演的 我当时真吓了一跳啊 因为有的时候拍了那个时间比较短 过两天就忘了 现在甚至于过了几十年当然都忘了 看了之后真的是感觉很惊奇很有意思 为了纪念杨文干医生对电影的贡献 纪念影展在9月30号正式展开 包括导演李行、演员八哥、柯俊雄、梁修生都到现场看电影 梁修生回忆与导演合作学到代人主事的道理 他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凡事我们要多替别人着想 他刚开始没听懂但后来从他身上里面 确实他脾气又好 那个对每一件事情都替别人着想 不管年轻的啦或是资深的啦 天天就是我 天天就是我 电影《离山春小》中看见近四十年前秀丽的离山风光 杨文干大量将农村景色融入电影当中 他的女儿杨启凤和国家电影中心 特别策划展出多部经典之作 很多新闻资料因为可能921地震 或者是年代太久远 所以要变成要重新修复 或者已经有些影带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以前他拍八七水灾啊 还有民国五十二年国庆啊 有一些很珍贵的画面都很值得大家来看 杨文干被称为纪录片之父 拍摄超过五百部影片 包括全台首部新闻纪录片八七水灾 此次受灾地区以彰化县最为惨重 市区和乡村水深多在十池以上 还有临坡访台时万人空巷等珍贵画面 他的镜头也捕捉下很多台湾人生活的片段 四十年前台中县东市国小推行国民生活规范的社交短片 当年国小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都趣可爱 杨文干今年影展本周开跑 一起回顾珍贵的历史画面